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最新動作 習近平抓緊軍隊裁權 綜合報導 悲劇 中共今天拋出烏克蘭和平計畫 結果打了水漂 下一步 俄烏戰爭預判 最大的變數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4號 星期五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最新動作 習近平抓緊軍隊裁權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2月23日 中共《解放軍報》在其頭版發布消息稱 中央軍委辦公廳日前印發 關於加強新時代軍隊財務工作的意見 報導聲稱 緊緊圍繞全面加強軍事治理 著力建設打仗型財務 技效型財務 服務型財務 信息型財務 連結型財務 而且意見還聲稱 要堅持黨委管財 推進財務管理改革 對加強軍隊財務工作的組織領導 運行方式 監督管理等做出全面規範 該意見還強調幾個著眼魚 如著眼保障向戰衛戰 促進財力向戰鬥力有效轉化 著眼強化戰略管理 促進戰略管理煉路順暢運行 著眼嚴格財快監督等 阿波羅網評論員李玉強分析認為 這份意見除了顯示中共正全力備戰 也體現出習近平正借助備戰 打仗這一口號 進一步對軍隊動刀 把各項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比如該意見中所說的黨委管財 財務管理改革 嚴格財快監督等等 李玉強說 中共的所謂一員化領導是在戰爭時期提出並開始實行的 在中共當前向戰未戰的口號之下 這個一員化領導 會順理成章地 在中共黨內 軍隊中得到加強 而所謂一員化領導 說到家就是黨管一切 以黨代政 從這個角度說 刻意製造臺海緊張氣氛 刻意在國際上四處竖敵 已經成為中共集權的政治需要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共一再高喊鬥爭 一再渲染驚濤駭浪 正如《解體黨文化》中所說 奧維爾以預言的形式 形象而深刻地描繪了極權統治者鼓吹鬥爭哲學的實質 通過在人們頭腦中塑造和保持一個無時不在的敵人 通過時刻強調敵人的危險 強調團結一致的必要性 使人們不得不暫時忍受極權統治者的一切暴虐行為 以為這種暴行出自於一個良好的願望 並最終將給民眾帶來幸福 然而 這種鬥爭總是長期的 複雜的 艱鉅的 所以人們的暫時忍受也就永遠沒完 下一步 俄乌戰爭預判最大的變數 2月21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聯邦會議發表國情咨文 他把俄乌戰爭的禍首全部歸咎於美國和西方國家 宣稱西方直接參與對俄羅斯戰略航空基地的襲擊 西方還希望把烏克蘭的地區衝突變成全球對抗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普京在國情咨文釋放一個重大信息 2024年 俄羅斯的總統選舉將嚴格按照法律進行 普京自命不凡 帝國罷業 豈可拱手讓人 2024年 普京必將參選總統繼續掌權6年 期間 西方國家領袖因任期而更迭 能否同金抗俄 沒有人能保證 俄軍在戰場上表現普京不認為是失敗 而是不如預期 他還相當自信 握有優勢能與西方國家持久周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19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專訪時指出 目前為止 美方看到中國私營公司向俄羅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 以便在烏克蘭使用 這些私營公司和國家之間沒有區別 換言之 就是政府行為 支持的項目估計是非武器類別的輔助性裝備 布林肯進一步指明 美方掌握信息顯示 中共正在考慮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支持 記者追問之下 布林肯連說兩次是武器 武器 從彈藥到武器本身 所有東西都屬於這一類別 美方向中共明確表示 這將為美中關係帶來嚴重問題 悲劇 中共金拋出烏克蘭和平計畫 結果打了水漂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綜合報導 中共外交部週五在北京發布《烏克蘭和平十二點計畫》 講述中共在俄烏戰立場 呼籲在烏克蘭停火 要求結束敵對行動 保護核電戰 恢復和平談判以及取消制裁 最終實現全面停火 企圖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可以幫助結束長達一年俄烏戰爭的中立角色 在中共外交部的聲明發表前幾個小時 德國總理舒爾茨接受德國電視二臺專訪時表示 我們不應該對中國抱有任何幻想 彭博社報導 該計畫旨在將戰爭結果塑造成有利於北京 並使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成為全球政治家 鑒於烏克蘭已表示 一直戰鬥到俄羅斯離開邊界 而莫斯科也沒有表現出停止攻擊的跡象 因此北京的十二點計畫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雖然中共政府一如預期 在24日發表各界期盼已久的和平計畫 但部分專家卻認為 文件內容缺乏說服俄羅斯改變其在戰爭中行為的提案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佳穎在接受DW訪問時表示 聲明內容沒有向俄羅斯施加任何壓力 也沒有任何可能有利於俄羅斯遵守的誘因 莊佳穎認為 外界很難從24日北京發布的十二點聲明 看出中共在俄乌戰爭中真正想扮演的角色 她告訴DW 雖然我們可以從文件中隱約讀出中共對美國及其盟友強化關係的擔憂 但我們也不排除中共嘗試透過這份聲明打響國際知名度 莊佳穎認為 其中一個可能是中共仍試圖避免在俄乌戰爭的議題上顯示出錯誤的立場 她說 雖然我認為中共把一些東西擺到檯面上 會鼓勵俄羅斯參與和平協商 並同時讓北京能校準其在俄乌戰爭中的立場 但目前這個情況並不存在 在中共這份文件發布之前 美國官員曾表示 中共可能準備向俄羅斯提供致命軍事援助 據德國《明鏡週刊》雜誌週四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話報導 俄羅斯軍方正在與中國無人機製造商西安賓果智能航空科技公司 就購買100架可攜帶彈頭的無人機進行談判 交付日期為今年4月 該公司還將協助俄羅斯量產無人機 中共外交部的提議 可能會在美國和歐洲遭到質疑 如何洗牌自身在俄乌戰的立場 北京面臨重大障礙 週三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在新聞簡報會上表示 中共正企圖兩全其美 中共正試圖在這種中立外表下宣傳和偽裝自己 儘管它在關鍵方面加深了與俄羅斯的接觸 政治 外交 經濟以及潛在安全領域等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請您訂閱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感謝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再會 感謝您再打發 開啟炭貨戶 再會